金水樓台先吵架 吴君如指导统陈可欣小孩玩火阿金马影后吴君如首次挑战自导自演芯片110 找来老公陈可欣担任监制 所在北京举办发布会 他坦言当导演压力特别大 孩子暴卫了一场戏的对白该如何演 跟陈可欣沟通了一小时 笑说我跟监制陈可欣根本就是进水樓台先吵架了 谈起看老婆自导自演的心情 陈可欣笑说其实内心很忐忑不安 他说就好像家里小孩玩火 不能不拦 但是拦了又被他骂 吴君如去笑称 他劝我说不要当导演 又要扛票房又要面对演员 但是他却一马当先帮我找到 那么多的好演员 两人还嚷嚷以后都不合作了 但仍可看出两人好感情 110预计将于12月29日上映 陈盘认爱后首发声 重发退一步 金青会继续努力 男性陈盘日前认爱20岁女性关小彤 掀起轩然大波 外界对于这段恋情毁欲参半 公布恋情后 男女主角接神尹 直到昨日陆寒才终于又在危 伯批欧文 告诉网军他会继续努力 陆寒任爱后首发声 陈益讯财报节目黑箱 纳英扇死中国新歌声大陆歌后 纳英担任音乐选秀节目 中国新歌声圆影 中国好声音 导师长达六年 日前同样担任导师的Eason 陈益讯财在其他节目自爆黑箱 指出听从导演建议才按钮转身 真人秀的真实性备受质疑 纳英也回责Eason 违反职业道德 没想到今天 十一日 纳英就透过工作室发声明 宣布闪死导师 令人错愕 声明写到随着 第二季新歌声比赛的落幕 六年二班全铁学员正式毕业 而我这个导师 是时候要休息一下了 并强调一直以来 始终怀着微华语乐坛 挖掘心绪的热忱 经过六年越来越深刻意识 道音乐是公平的 但透过残酷的竞技赛制 或许是节目的至胜法宝 每次选择时 内心总是饱受煎熬 心力交瘁 因此决定求去 辞去导师纵然不舍 那鹰也表示青山不改 绿水长流 咱们江湖再会 粉丝也不舍留言内紧辛苦 好好些些 你在或不在 我们都在 尊重选择因为我们爱你 也有粉丝期待那鹰在辞去导师后 能尽快筹备全新个人巡演 那鹰 陈奕迅 中国好声音金牌制作性丑闻 好莱坞丑陋前规则 近百年内停歇 有人或许以为好莱坞的前规则 Casting Touch 或肉体交易 造成历史 但这一周来的丑闻 却让人大开眼界 从挺身控诉这名制作人 温斯坦性骚扰的名单 越来越长 显示这项由来已久的陋西 如今依然存在 第一个震撼好莱坞的丑闻 爱德兰 交往两年 刚开始爱德兰才15岁 弗林1942年被控强暴未成年少女 也获判无罪 女星穷考林斯 Jone Collins 说 她是进好莱坞打骗埃及艳后落选 是因为她不肯和片场老板上床 她说 我为该片两度视镜 最被看好 她把我带进办公室 对我说 你真的想要这角色 我回答 我真的想演 她说 那么你需要做的就是好好对我 穷考林斯说她无法办到 流着泪夺门而出 改变女主角最终被伊丽莎白泰勒 光明甜心秀兰邓波尔 Shirley Temple 在回忆路童星中指称 一向已冒险性的肉体交易恶名 招张的一位米高梅 MGM制片 1940年初次见她时 就拉开裤子拉链 向她显露兴气 当时她才12岁 性感巨星玛丽莲梦露 Mary Lynn Monroe 对色域熏心的片场老板 和制片更不陌生 她在回忆录 我的故事中直言 你从他们眼中看到的好莱坞 就向人挤人的机缘 是个旋转木马 围绕着为种马准备的床 绿野先宗女星朱蒂加伦 Judy Galland 也是前规则受害者 为她坐船的作者 克拉基指出 她在16岁至20岁 屡屡被米高梅片唱高层 伸俭诸首或求欢 其中最恶名招张的是 米高梅电影公司 创始人之一路易 梅耶 克拉基写道 梅耶称赞加伦的歌声 唱自内心 同时把她的手伸向她的左胸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